我会看很多我以前写的东西 我是指就是在读力音乐岛更之之前 然后在我真的开始 就是所谓的攻击 所谓唱片经济之前 我写的很多事情是 我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我自己其实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碍于某些事情 或者是人情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原因 我讲话可能讲一半 或者是讲一半都不到 然后我看那个 我写自己写出来的东西 反而思不想 原本想讲的东西没讲到的点 然后就变得不知所运 但是后来读力音乐岛开始 好像又过头了一些 就是好像把很多人都纳进了一个 就是很糟糕的圈子里 然后就是无差别攻击 但是里面确实又有很多 我很真实非常真实的想法 甚至我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我觉得 明明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但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 所谓的说话的艺术 这点真的很困难 尤其在这个博大今生的中文世界里 我准备了